1986年11月13日,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·法尔林的时候,赠送了一件意味深长的礼物,一张由工商银行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发行的飞勒音响股票。 三天之后,约翰·法尔林特意赶到上海,在这家小小的证券交易柜台里办理了过户手续。 这个意义实际上就是中国走市场化的决心表现之旅。 改革开放之初,举国上下一片风起云涌, 但是,对于股票这种被视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凭证,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论。 照片中右边这位美国人,是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·法尔林。 左边的这位,是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正确营业部的经理,黄贵贤。 我所拍两张照,这就全世界都知道了。 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领导跟世界最强的领导的合照。 这很刺激的,我死我都不会忘了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为了拓宽资金渠道,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, 把储蓄以外的业务划播到这一部门。 1984年年底,中国第一支股票,飞勒音响发行了。 1985年初,严重实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。 这两支股票都是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承销的。 1986年9月26日清晨,在距离外滩5公里的南京西路1806号, 这家只有12平方米的证券交易柜台,已经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。 来自上海各处的人们,汇聚在一条红色的横幅下。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代理严重飞勒股票买卖。 上海开始公开发行股票的消息,引发了上海市民的通宵派对。 这就证明了,实际上中央已经承认我们有股票, 而且我们要有交易。 允许民众直接投资股票,直接投资债券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的突破。 这张照片定格的历史瞬间,让时代与个人的命运交汇成为永恒。 今天,当众多的投资者通过电脑或者手机进行股票买卖的时候, 没有人会想到黄归贤,也没有人会想到那些中国股市早期的拓荒者呢。 然而,恰恰是他们的一路闭路蓝驴坚定前行,冒着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到的风险, 种下了股票市场那颗看上去稚嫩,却充满了生命力的树苗。 这棵树苗,冲破了层层束缚,冲破了固有的藩类, 才让今天超过一亿的中国证券投资者, 希望通过股票获得财富,实现梦想的渴望,得到了真正的释放。